好了,11點,到了節目的最後一部份 在這裡跟大家預告 10月8日我們就宣誓就職 接著就被人告非法來廣播 是你說的,是吧? 是 我們什麼時候,他上訴什麼時候判? 10月15日之前 因為10月15日華叔不上東區法院 但問題就是如果我們上訴那宗還沒有結果 我贏了,我會繼續延遲 但他現在先告我們 現在不告你,你就過期 是啊,因為上次試過一宗沒有告我過期 是啊,因為4月份,現在正在過4月份 如果到10月都不告你,過了半年期 剛才你告訴我,李永達也有份 李永達現在跟我爭做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處席 兩個都是沒有罪的 兩個都是沒有罪的 你每次要declare 譬如你是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處席 然後你走出來一開會就說 我呢,幾時幾日就被告 違反電訊 這個除非你講開放大電波 你就要declare 你不是講那個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今天這個大班打來 我想一想,你都是不應該做主席 因為你被電訊管控告,你被政府 你被政府,我何時告我 我還未告 果然被他說中我 然後他就說,哈哈,不如叫他控告你 沒得做 但是他沒有規定的 其實可能大家 就是一個默契的 大哥,你以為你有被人告 跟這個廣播有關的 你都不應該做那個 那現在李永達也是 那現在就益組建制派給建制派做了 不是的,現在你一天 你在開會做主持 除了開放大電波議題 你就要申報了其他 講這個,上網啊 講其他東西關你什麼事呢 我們10月8日 那天就是這個新的一屆立法會 第一個會期的開議的日子 按照議事規則 所有的議員就要宣誓 就是要宣誓 那現在那些人就在想 你社民連三年有 有沒有東西玩呢 現在我們很大的局 你經常都被人期待有東西玩過 那你10月8日沒有東西玩呢 那他10月15日 曾梨發表施政報告的時候 有什麼東西玩呢 那現在其實查完反口 那現在是不是委託你去那個行動組 或者你去做那個道具部主 這件事我告訴你 現在街頭行業都在等著復會 等著那個施政報告上台 就等著你老人家的表演 我是不是表演 因為很多人合理期望 合理期望呢 合理期望就是 你可能配合長毛兩個 拆出新的火花 有這個期望 其實我希望長毛判坐牢 那是好玩的 那只剩下你一個人 會唸到你了 不是啊 你又搞錯 我估計如果他判他坐牢 那個法官是很為難的 即是他會判他 他不可能判他三個月 因為現在他叫了社會服務令 即是他當時 就是convict了的時候 他定了一罪 接著要宣判 那他那時就說 要聽取這個感法官 關於社會服務令的報告 那換言之就是說 即是作為他這個判刑的參考 那當然是判你多少小時社會服務令 那你說我不接受社會服務令 那當然是判你坐牢了 是啊 那結果呢 即是長毛說我不接受社會服務令 那那個感法官 那便據實陳報 給這個法官聽 大老爺就說 即是這個感法官就說 他不適合接受這個社會服務令 你對不起 他沒有據實陳報 是嗎 長毛就說 我不會對這件事件有後悔 這句沒有寫 沒有寫 還有長毛說我每天都在服務社會 這句又沒有寫 但長毛在法庭說了 那我沒有悔意 那好吧 你社會服務令 第一個其中一點就是六點 其中一點就是悔意 那才判你社會服務令 那你沒有悔意判你社會服務令 那你沒有悔意判什麼社會服務令呢 今天他都跟法官說 我對這件事我沒有悔過那個 我覺得我們做得對 那法官說你承擔責任 你是始作勇者 那長毛就說 我是尊重法官的判決 就是你判我坐牢又何不都好 就是我恩而就就著你的判決 我不會有什麼 我尚純力還尚純的事 但是我 因為如果我要跟社會服務令呢 我就一定要跟法官說 我有悔意 或者是要去見法法官時 你是有悔意準備接受這個社會服務令 或者接受其他的 你才去嘛 所以長毛說得很清楚 在庭 簡單點說 你說得太複雜了 簡單點說 就是現在法官 要他做六十個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那這個社會服務令呢 就是被告 是毫無悔意底下的 接受社會服務令 那這樣說就清楚了 那應該是 我有悔意 那你就判我輕一點 就是啦 二百個小時 就變成二十個小時 其實現在呢 非法集結 我們社民連就出了兩宗了 一宗就是古貴的老婆 和另外兩個家庭主婦 他們大鑊是二百五十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是 還拋兩個星期 你明白嗎 他們就重了 比長屋 長屋真的太輕 是吧 因為非法集結罪 喂 可能就是他們那邊 還有一條勾打罪 可能就是說他打人 幾個女人 是吧 那真是冤枉的 大哥 無緣無緣無故就拋兩個禮拜 再拋兩個禮拜 接著呢 就再判你二百五十小時 那你長屋就六十小時 我們那單都上訴 是吧 長屋這單上不上訴就不知道 長屋 長屋想著 不上訴的了 六十個小時 他想他上訴 這個上訴 同時會告那兩個警務人員造假 那你長屋其實今天 都跟翁敏說的 喂 找一個律師後 幫我補著一把牆布 哈哈哈哈 他打算坐牢 他打算坐牢的 他說呢 但是呢 這個是對男士 坐牢 我們估計他就是 最多兩個禮拜那種 那他就去又蹲兩個禮拜 是不是 有些人可能覺得兩個禮拜 怎樣都好過社會服務令 有些人認識 大哥 可能是這樣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都不讓你坐 那個法官還好笑 在他正式判刑之前 我那時候還在 他說 要預告都行 我不會判你坐牢 哈哈 哈哈 其實 他的意思就是 我不相當 是不是 你想想 如果今天長屋 即時被人擲下監錄 那我 當時我們幾個都在 那我走出去就要搏米 是不是 然後我們幫他做事 然後又要去探 不是 今天我有雜詞衝動 我想舉手 當他說暴雨嬌陽的時候 我想舉手 我說 你是旁聽直的 我上次都舉手 他叫十號審 我說 法官大人不行 十號民間電台 上訴 哈哈哈哈 不是 今次他用暴雨嬌陽 叫大家 就是 應該可以用智慧 不是一定要衝擊的 你是走在最前線 什麼事你都要鬥一下子 他說應該有些人在前線 去做這些行動 但是有時候要鬥一下子 即是你長毛 就不應該在前面 不是要給我 我舉手 我撒絕衝動 我會說什麼呢 我說法官大人 你 只可以在惡法的關卡下 你是就著法律去判決 我好像我們民間電台 我們沒有任何衝擊 在大戲電台 廣播中都被不斷打壓 沒有造成有害 騷擾 不一樣打壓 在你那裡 你知道惡法就是惡法 其實呢 我今天記得 在有去法庭之前 我跟你說 有什麼場景